有声音吗 有 非常好 有声音了 好 那么请这个傅庆全老师 跟大家打个招呼 讲几句话 好 亲爱的世界各地的台积全友们 尊敬的 于公保老师 还有李苏东老师 大家下午好 这个我非常荣幸 受邀 来参加这一次的 我们的网络的论坛 还有明家的这个台积的展演 这个非常荣幸 我刚才呢 也在路上 听了一些我们专家 老师的讲话 也非常受到一些启发 特别是刚才的圆桌会议 集纳了这个我们国内的和国外的 专业的 还有大专院校的一些校长老师专家 大家的一些对台积全的论述 包括这个以后怎么样更好的去通过网络 通过我们这个平台 用科学的方法和意识 去推广我们的太极文化 还有我们的气功 虽然我们这个太极是源自于中国 但是我们还是期待着去造福我们的全人类 就像我们习近平主席说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就是人类命运 所以说呢 这个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啊 他这个健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共同体 这个我们的命运啊 靠我们大家自己呢 来努力来创造来改变 现在呢 这个全世界啊 这个我们的新冠疫情啊 是你 太极全在其中 特别是在我们中国政府的有效的领导下呢 从医疗包括中西结合再加上体能 特别是太极全和气功的 这个康复的治疗呢 对这个我们这个疫情啊 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的作用 所以太极全啊 对于全人类的健康啊 他是有他的作用在里面 所以呢 今天这个论坛啊 能够这个 在全世界的范围通过美国的 还有我们世界太极全网的平台 还有这个呃 咱们的浙江大学啊 这些很多的平台呢 我们一起呢 来把这个太极文化提升到一个 更高的一个高度 这是很重要啊 我们呃 这个这个大家都知道太极全好 这是毫无疑问的啊 包括我们在这里还有很多不练太极的人 他们都知道太极全好啊 但是呢 太极全为什么好 这是需要我们去呃 呃 有待于更好的科学研究啊 这是很重要的 特别在西方国家啊 大家都喜欢问 why 为什么啊 所以说呢 杨士太极全啊 他是最早走进世界的一个太极全的流派 也是当前全世界啊 太极全运动推广当中呢 也是非常积极的一个权种 所以说呢 呃 不管是我们的 那七十年代的时候 傅中文先生那时候就到白宫啊 到美国就推广太极钱了 哎 对的对的 呃 我祖父还曾经在呃 九十年代初啊 受邀去了瑞士啊 洛桑呃 奥运奥委会的总部呢 还接受了奥林匹克奖章 这个就是对我们太极文化的一个世界的认可啊 所以我祖父啊 在世的时候 呃 他访问了世界很多国家 欧洲啊 包括德国 意大利 啊 法国啊 然后瑞士啊 澳大利亚 美国啊 日本 东南亚各国 所以说呢 呃 他在有生之年 为太极拳的世界传播呢 也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呃 然而呢 我父亲呢 他是呃 这个这个在中年的时候开始呢 就是以国外传播太极 为他的重任啊 为他的己任 所以他是永年 他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呃 中国河北省邯郸市 永年县 现在是永年区了啊 他是杨氏太极拳的发祥地啊 呃 我们我们家族呢 就是永年人 当地的人 我的祖父 我的父亲 都是出生在永年的啊 所以作为一个永年出生的太极拳的传人 我父亲是第一位 把太极拳传到了五湖四海 所以我们这个附加三代 一直在致力于太极拳的传播 呃 我们更多的科学家的参与 包括医学家的参与啊 能够让太极拳呢 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这个这个让更多人认识到太极并不是打打杀杀的武术而已 他既是这个这个武术中的防卫术啊 呃 这个这个打击术 他更是养生术啊 他是呃 这个养新的啊 所以说呢 我觉得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论坛和平台啊 呃 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太极理解太极啊 呃 另外呢 呃 我祖父和父亲啊 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 和上海的同济大学 上海心脏病研究中心上海高血压 还有华山医院很多医院啊 一起啊 这个这个 呃 上海高血压研究所啊 一起呢 就是对太极拳啊 有一个初步的系统的 有一个初步的系统的医学介入的一些呃 这个这个这个研究 这个研究报告呢 这个研究报告呢 曾经获得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一个优质的金奖 所以这个是太极啊 从科学医学的角度 首次登上了 这个世界的一个降台 这也是呃 这个这个我们太极拳啊 呃 从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啊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现在我们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啊 整个国家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国家的进步啊 呃 国富民强嘛 所以我们大家越来越对太极文化的一个重视 现在太极拳不如校园啊 这就是一个太极拳很好的一个开始 呃 呃 呃 我后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正好是我上海的一个呃 武馆 呃 从这个前面 呃 这个这个右边开始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的第一代 呃 杨露禅先生 呃 第二代呃 是这个杨建侯先生 第三代中间的是杨成福先生 然后呃 第五代呢 这个是呃 我的祖父 傅中文先生 哎 这个这个呃 第五 第四代是我 祖父 然后第五代呢 是我的父亲 傅生远先生 这个一次排列啊 其实这些呢 都不用我来介绍了 大家都应该是知道了 我呢 是傅家的第三代 杨家的第六代的传承人啊 呃 但是呢 呃 如果我说是传人的话 我应该说是杨士太极拳的第五代传人 对吧 呃 这个 因为这个杨露禅先生啊 他是 祖师 我们杨士太极拳的祖师 他并不是 他是太极拳的传人 但是 他是杨家的祖师 所以第一代传人应该是杨建侯啊 然后是杨成福 然后到依次略推 从另外一个角度呢 呃 我是我们傅家的 呃 我是傅中文的孙子 呃 是呃 傅圣元的儿子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的传承体系啊 我首先 是跟我的祖父 啊 学一 当然也跟我的父亲 也学 啊 但是呢 呃 最后啊 呃 我在一九 呃 这个这个 九 一年的时候呢 呃 我拜师 呃 拜在我爷爷的门下 所以我跟我父亲啊 他又是师兄弟的关系 啊 他又是我的师父 因为名正言顺嘛 我是他的儿子 所以我这里啊 呃 也不说是第几代了 反正呢 我是杨家太极的亲族传人 这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啊 能够呃 促进我们广大全友们之间的联系和交流 啊 通过 我们特别是在国内啊 现在世界太极拳网啊 这个太学堂是一个重要的平台 所以我希望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特别是国内 大家呢 一定要紧跟着这个世界太极拳网的这个步伐啊 跟随这个于公保老师的 他这个这个对我们太极拳推广和发展的宏图啊 我们慢慢的呃 把这个太极拳呢 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呃 地位和境界 当然呃 李苏东老师呢 在美国呃 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所以呢 也希望强强的合作 能够把太极拳啊 不仅仅在国内 通过李苏东老师的这样一个呃 平台呢 能够让我们太极拳 我刚才说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这是非常重要啊 那这个太极拳啊 这个我刚才大概啊 做了一个介绍 然后呢呃 呃 呃 这个这个 包括于公保老师刚才 还有李苏东老师也说了 我是谁 这个也不用多说了 那接下来呢 呃 我想呢 分享一下这个杨士太极拳 他的一个基本的特点 啊 基本特点 呃 这个 杨士太极拳呢 呃 他是呃 呃 这个这个 简化二十四式太极拳的木屋拳 但杨士太极拳 他的一个特点 舒展大方啊 比如说你看 白鹤亮翅 对吧 他的动作比较舒展 单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单边 你一看 这个就是杨士太极拳 对吧 那杨士太极拳在 行拳的过程呢 呃 现在啊 我们 呃 有两方面的 呃 一个特点 一方面呢 是虚腿转 还有一方面呢 是实腿转 在这里呢 我今天要讲讲 什么叫虚腿 什么叫实腿 啊 这个 实腿转呢 比如说 我们做龙肖部这里 实腿转你看 重心不变 实腿转 上腹 然后再弄下 白脚 转腰 上腹 这个就是实腿转 所谓虚腿转呢 哎 重心到了前面以后 哎 稍微后坐 外摆 然后 再上腹 然后哎 重心再后转 然后再上腹 这个就是虚腿转 特别明显的呢 就是单边 从揽绝为按开始 我们实腿转呢 你看 直接合胯扣脚 虚实分清 单边 虚腿转呢 虚腿转呢 这个动作呢 从腾鱼脚按开始 然后哎 坐腿 扣脚 然后再回去 亲爱的全友们 我刚才呢 演示了一下虚腿转 和实腿转的一些区别 首先一点要肯定的 这都是杨实太极权 这毫无疑问 但是实腿链和虚腿链呢 有功能上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实腿转呢 它是一个 这个传统的练习方法 但是它有一定的难度 但虚腿转呢 应该是从 50年代末开始 逐渐的虚腿转的 比较多了 因为这个简化太极权 24次太极权的 全国全世界的推广呢 也有很多